你把话说明白 你都是给我解释 你他妈闹够了没有 知情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佳佳 你没死 凭什么你洛璇一生下来 就高高在上 凭什么你可以不用努力 就能得到一切 凭什么 我白家家 就是要打破 这个固化的阶层 今天过后 洛氏集团 就是我跟炎之景的了 小刘啊 八号床的病人换药了 是一个惊喜呀 洛萱 你记住 是我白家家亲手 让你和爷爷团聚的 你不用感谢我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这井哥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像看到我醒过来很惊讶的样子 不 不是 你昏迷了这么久 怎么突然说醒就醒了 我也不知道啊 感觉有人在我旁边摘掉了什么东西 然后呼吸就特别顺畅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后来医生和护士都来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以为我死了呢 雪儿 你刚醒过来身体这么虚弱 你应该在医院好好休养 这个赵叔也真是的 严总 我刚打电话还说呢 雪儿这边有消息了 本来啊打算给你个惊喜 没想到你先到了 是 醒了就好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吓得我赶紧赶过来 既然雪儿已经醒了 那大家就没有必要纠结谁掌权了 是不是严总 雪儿 你也累了吧 你先带他回家 严奶奶也想你了 这后面的出院手续我来办 那麻烦赵叔了 嗯 严直记你什么意思 不接电话不回消息 你是准备当上继承人就不要我了呗 你要是敢跟我玩失踪的话 你信不信我让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失踪 不说话是吧 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 你把话说明白 你倒是给我解释 你他妈闹够了没有 知情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佳佳 你没死 说什么胡话呢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让我看看要不要去医院 现在医院那边我可熟了 没事 我就是跟严总在公司里起了点争执 没关系的 这样 知情 你也别生气了 佳佳做得再怎么不对 你也不能动手打他呀 咱们也得看看爷爷的面子 再说了 没见过世面的人处理事情不周全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不能用咱们的标准要求他呀 嗯 我有点累了 知情 你送我回家吧 好 那我送你回去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佳佳 他能力这么好 肯定没问题的 好 你也别生气 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打人呢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打人呢 陆轩 这种错伙怎么能让您来呢 我 我开门去 少爷回来了 熊儿 我把牛肉买回来了 你看 你这 你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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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洛权 你拿着刀干嘛 这些粗活累活 你交给下人去做不就好了 哦 你原来是想亲子给我切西瓜吃啊 哎呦 这大西瓜 严总 西瓜想得好啊 林总今天来家里 是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你们家陆轩谈点生意 我们先吃赔了 我们先吃赔了 可我 你 你 嗯 就是因为看到了百家家发给爷爷的照片 当时我是怕你受不了打击 现在你亲眼看到了他俩的事 到时候出庭 手机上的这些照片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肯定是他和白杰奖 害死罗爷爷 仇恨越大叫越赢